作词 李宗盛 护理师一直以来被视为女性的职业 然而进入21世纪 男性护理人员逐渐得到大众的接受及重视 马来西亚的男护理人员 人数从2007年至2014年增长了四倍 随着90后进入职场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男生选择成为护理师 20年来 马来西亚刺激洗肾中心 在北马区为慎友提供服务 需要大量的护理师 保送年轻人攻读护理课程 便是解决护理师短缺的最佳方法 其实刺激洗肾中心 我们在2000年就开始有保送这些中学毕业生来攻读护砖 护砖毕业后 护理师们进入职洗肾中心服务 成为团队中居少数的男护理师 一般上在我们护士的工作范围 有时候需要钢我们比较重的生友的时候 还有要 handle一些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男护士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 洗肾室的护理模式 与病房的护理工作截然不同 洗肾护理几乎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 我们在洗4个小时的时候10次 每天面对各种数字指数 熟悉的操作机器 面对不一样身体状况的病人 护理师们 具备不一样的应变能力 以谨慎负责任的态度 去执行每一项护理工作 护理师守护病人的生命 难免需要承受各种压力 这些90后的年轻人 为何选择以女性居多的护理行业呢 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伴 重复我们教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事 慢慢了解 了解了解 到我出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 就是我没有走错 没有走错地方 只要病人好 就是我的成就 觉得病人 一个一个刚进来推轮椅 但是到我们现在可以自己走 我们是一个对事情不妥协的年纪 然后我们想要找到答案 我们想要得到说 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都不停告诉自己心中 那一堂脑不可以灭